台防5部门证实 中国军方出动轰溜、运发等大批战机 实施计划性远海飞训任务 并首度公布台军 经国号半飞解放军轰溜的照片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消息 下午一次有无线电玩家 侧录到台军与解放军对话 解放军飞行员称自己人了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这段疑似解放军与台军对话里提到 解放军军机回应 台军对话实称自己人了 据报道 这段音频疑似经过剪接 台防5部门下午没有证实其真实性 但台军方仍是透露 这段音频是昨日20日的拦截对话的可能性颇高 但并非军机间的对话 而应是地面战管下在空机的喊话 被玩家测漏 据台湾联合报道 台防5部门称 解放军空军出动空6运发等行机 实施计划性远海飞训任务 台防5部门按台军 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 实施坚真与应处 均能全程掌握军机动态 台欲请台湾民众放心 台防5部门 台同时公布台军 经国号战机伴飞解放军 空6的照片 称这是台军首度采取的举获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根据台防5部门发布的两张照片 其中编号2003的空6旁边是台湾的 经国号战机 这也是首次台防5部门主动发布台风军 拍摄到的解放军 军机画面 台湾联合报21日稍稿报道中 20日一天内 解放军多达8架空6战机 进行绕台飞行 水澜服装的运发电子干扰机 有明显配备电子干扰天线 以首度参与绕台训练任务 台湾前海军较准部教官吕李施则称 解放军昨日强化轰炸机绕台航训 开始演练多方向多批次的联合炼演 举措并不寻常 此外 日方发布的解放军 由南而北的4架空6战机的 混合编队中 首次出现电子干扰机 穿越第一岛链 状况极不寻常 此前 辽明舰编队穿越台湾海峡 台防5部门就表示全程监控 台湾网友纷纷指责其大惊小怪 一些人表示多此一举 甚至直言 想去探观辽明舰 网友乔玉隆称 到底有什么好紧张的 冯灯笼则复意道 谁在担心 真好笑 手则认为 多此一举 没有别的事可以做吗 作家王峰也讽刺称 台湾国防部 投泰英文之所号的结果 把堂堂国防部 搞成了国防气象部 并酸没做亏心事 何必害怕半夜鬼敲门 小百姓哪里 需要知道辽明舰在哪里 就三岁孩子的判断力 也会知道 辽明舰不会伤及台湾一根汗毛 除非台湾的某位领导人 发了神经宣布独立 何必把台湾百姓 搞得紧张兮兮 好像超级台风 掉袭台的感觉 此外 对于台媒报道 辽明号航母编队 过航台湾海峡期间 美军驱逐舰也驶入台湾海峡 对中方编队进行全程跟踪 国航部新闻局 20日回应表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中国军队 对当面海域的情况 保持住全程监控 和有效处置 下集团好了 大家 Если的地方 还是要先订阅 我可以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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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我可以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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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